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有人会说政经现实批也有匪别 而林全会已经确定在10月17号开议了 最近却传出到时候换柱的表决 可能要用鼓掌来通过 这会不会太过草率又太过难堪了呢 对于拔柱的计划 现在朱立伦是临危受命 而他90岁高龄的父亲朱章兴 却曾经明确地表态挺住 难道又要上演一部年度大戏 国民党传奇父子情仇了吗 而从4月初一直到现在 拔柱计划就好像有一套剧本似的高潮迭起 毫无冷场 那么这一出大戏如果按照剧本来走 难道将有可能接下来会促成的是 朱王沛或是王朱沛吗 三民主义无党所踪 我们都曾经在升级台前 立正站好高唱国歌 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武党指的是谁呢 而政大教授陈芳明说了 国歌就是党歌 那么蔡英文在10月10号当天 技巧性的萧英没有唱武党 这两个字竟然遭来了蓝营大肆的踏伐 萧英触犯了什么天条吗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林权会17号要召开 这个是一个权力大斗法的场所 我们先来看看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原本17 18号两天修馆的国父纪念馆 现在17号不休息了 因为国民党要借场地召开临时全代会 根据了解国民党很有可能将在17号 来到国父纪念馆召开临时全代会 讨论要不要把红袖柱换掉 国民党党务主管一早开会 也由党主席朱立伦拍板定案 就在17号召开临权会 届时全国党代表都将齐聚一堂 讨论拔不拔住 但会场外也将会有千人以上 团团包围奋力挺住 白色正义联盟痛批国民党一连串的动作 根本不公不义 更加矛头指向党主席朱立伦 你是六都里面民调最后一名 换上朱立伦选情会变好 这不是勤鬼拿药单吗 也包含李鑫 如果你在要求换住对马总统施压 我不排除罢免你 发言人炮火四射 更拿出印制好的红袖柱桌立 强调销售收入将会作为竞选经费 号召支持者一起挺住挺到底 记者廖凯成周静瑜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现在看起来换住的时间好像已经确定就在10月17号在国府纪念馆了 甚至还甚至传出什么很多很多的剧本跟谣言 包括说2016为什么马英九会突然点头说可以换住呢 是不是因为中间已经有一个默契 就是王金平觉得出局了 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在讲 没有没有 这个王金平现在形势大好 有可能会猪王沛 会是王猪沛等等 这个时候的猪猪姐真的是情何已堪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脸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好在10月11号他写的是团结谁来定义 我完全认知团结的必要性 但是我有几句话要说啊 九合一的败选不是本党高层不够团结 而是支持者不愿跟本党一起团结 他说当然在我们自己 在于我们是否还有党的党魂以及坚持党的路线 他说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作为 是严重的跟民意是脱节了 为什么不反省不改变呢 他说这是既不服责任也不道德的 所谓的党的团结谁来定义 党的决定又是否符合支持者的期待呢 好这就是猪猪姐的心声了 他说权贷要把我这个战士啊 打死在战场上 我们接着来看苹果日报怎么说 洪秀柱强调我身为战士 走到战场上没有退的权力了 是打死不退 但是权贷就会把我这个战士 硬生生的打死在战场上 他说他负担不了整个党的垮 是挂在他这样一个小女子的身上 所以没有到最后关头 他是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检视一下洪秀柱有没有背离主流民意 他大声疾呼 大家能不能够再看他一眼 而至于吴宇仁在这个时候丢出了投票换注 要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让人心服口服的 我们来看看吴宇仁他怎么说 他说如果以投票方式解决 全党才会心服 不会留下遗憾 也能够展现党内的民主风范 有可能吗 国民党在选前100天更换总统的参选人 现在因为传出的是大家要股场通过 好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立委罗叔磊 他怎么说 他说党代表大会从来就没有秘密投票 而且7月19全代会通过提名的时候 不也是有反对的声浪仍然以股掌方式通过吗 好现在要换注 按理来讲股掌惯例即可 没有理由再来透过秘密的投票哦 只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时的场景嘛 换掉红袖柱 结果大家一起股掌做 哦好位 这会不会太尴尬了一点 对接下来呢 这个要偷梁换注 要诸诸诸诸诸的这个大戏是在17号 在国父纪念馆 这是国民党的临时全代会 好了那寇货姐 这个会不会在国父纪念馆 会不会应验了这个王建勋说的 国父要如何看待这群不孝的子孙 我不觉得换注是不孝的子孙 王建勋应该也算不孝的子孙之一吧 他当监察院院长查出了什么名堂啊 第一个办的案子我记得是 黄志芳的什么外交的处理上面的 那个问题把人家弹劾两年 然后停职 后来发觉黄志芳 也就是前任的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跟前任的外交部的部长 他所涉及的案子全部都没有罪 连起诉都没有起诉 这是王建勋2008年 担任监察院院长的 首先发难的一个伟大的杰作 更比较后来他还去给人家洗脚 现在你又说监察院可以不存在了 可以废掉了 然后又出来讲话 中国国民党是国父所创建的是 三民主义的政党 是跟人民呼吸的政党 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共和国的创建者 他会叫你这个党去跟独裁政权 共产专制国家去那里勾勾敌吗 光抢这一点 那王建勋就是老眼昏花 这个事情从头到尾 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换柱是应该的 因为洪秀柱身边的人 全部都是集统派 集统到了极点 他不属于我们的主流民意 因为我们主流的民意 是维持现状派 是不要终极统一派 是在现在的这个状况之下 不同不独不武 依照马英九的说法 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但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在中国中共领导人当中 有听到他们讲一中各表吗 中华民国要继续生存下去 就是现在蔡英文走到中华民国 维持现状的宪政架构之下 过去的所谓一边一国 所谓的两国论都已经进入了深绿的顶端 那么洪秀柱要在深蓝的顶端上生存 要把中国国民党带到一个危险的边境 要带到一个中共国民党的一个态势 难道中国国民党的 现在的这些执政当局的 这些党部的高干 这些核心人物不能觉悟吗 更何况 洪秀之身边所围绕的是谁 是张安乐 中华统一促进党 还有谁啊 林郑杰 当年的所谓的小霸王 也是张安乐的密友 这些人是中国国民党的中间分子吗 我身为外省第二代 对于外省这些第二第一代人士 无视于台湾化本土化的一个前途的抉择 做出这么多好笑的举动 感觉到非常的可耻而不屑 甚至于他们所说的绿色匪谍 都是情姿不够清楚 而且呢 你们的知己知彼的能力太低了 什么叫绿色匪谍 我告诉你从第一时间起 就是中国国民党的高层认为 洪秀柱选不下去 做不下去 所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剧本 洪秀柱也是配合者 参与者是棋子 你们为什么不回去问问看 洪秀柱当时是为什么出来的 他的连鼠书是谁给他做出来的 一开始就是一个假戏 就是马英九叫他做棋子 而朱立伦想要用一个初选的平台 想办法跟他抗衡 但是朱立伦没用 王金平也没用 因为马英九要卡王金平 洪秀柱是马英九卡王金平的棋子 这不是事实吗 还需要绿色匪谍去要这个消息吗 破砖民调是谁做的 中国国民党中央做的 我告诉大家啦 我跟陈敏凤跑新闻都跑得非常非常多 我们既不是匪谍 也不是传统方子 更不是美丽的这个传说中的什么什么KGB的 那个叫什么那些女性的这个干部 我们是新闻工作者 我们有相当程度的新闻的来源做判断 消息来源做判断 破砖民调就是假的 我讲假的是银号 是故意用一个设计的题目 让他优雅的能够破砖 然后他们那些 中国国民党的那些 算盘如意的男人们 因为他们已经大部分老眼昏花 搞不太清楚目前的状况 以为破砖民调过了 洪秀柱就会被几个大佬拍拍肩膀说 哎呀妹妹啊 或者是阿姨啊姐姐啊 这个选举很困难啊 你已经破砖过了 优雅漂亮 那你就宣布退选吧 接下来让我们来安排 安排有两种可能啊 一种就是吴敦一种就是王津平 我认为朱立伦那个时候 真的不想选 吴敦一身边确实有高干啊 我不能讲消息来源是谁 第一波要换柱 当然是拱吴的人了 那叫第一波 王津平也想出来 对不对 他曾经说过义无反顾 在破砖民调之前 结果他一讲义无反顾 就把洪秀柱的这个民调给冲高了 接下来呢 吴敦一的人马 努力的哦 很高层的哦 想办法来这个拱吴 拱不成 接下来呢 也拱亡 也拱不成啊 拱不成的这个过程当中 失去了这个整个的破砖民调的支撑的人士 洪秀柱副院长自己 但是这个剧本回过头来看六月二十二号左右 洪秀柱副院长的学历的问题是谁抛出来的啊 这还需要匪谍啊 这个就是赤裸裸的事实吧 接下来呢 洪秀柱副院长自己去叫王津平去选区立委 洪秀柱副院长自己说一中同标 洪秀柱副院长自己说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 洪秀柱副院长自己讲了一堆奇奇怪怪 根本就是这个凶无点没 在讲难题一点被批评为是一个 不符合二十五年资深国会议员的资格的谈话 洪秀柱副院长他的身边的人有劝告他吗 到目前为止洪秀柱副院长身边如果有顾问 有幕僚的话 我认为这些顾问幕僚都对不起这个国家 搞得那么动荡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支持者还要去骂人家朱立伦汉奸 还要说是匪谍 你们了不了解自己状况啊 17号换柱恰恰好而已刚刚好而已 换不成柱我们再想办法做匪谍了 甲庆来情义相挺的挺住者 我相信你心里面有一堆的话 针对刚刚那个扣扣姐提到的一些方面 我先澄清一下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两岸论述核心价值 绝对不是所谓的终极统一 柱姐提到终极统一 也只是提宪法的立场是终极统一 因为那是宪法征修条文 开宗明义就提到 这是因应国家统一之前 也仅此而已 并不是向外界渲染 他就是要走中心统一 我们再三提过 我们要的就是一条稳健的路线 也就是九二共识加上和平协议 因为台海要和平协议 正如马总统在国庆所提的台海和平倡议 这是一样的 他周边的那些红色色彩很重的学者呢 我们的幕僚学者很多 但是一直被提出来讲的就只有这么一位 我觉得对所有的幕僚都不公平 而且这是党的智库 里面所有的学者 集了很多心血 在帮我们提出很多政策跟政见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全面来检视 而不是用放大镜 显微镜来单看一点 这其实也是对整个党也不公平 那回过头来再讲说 换柱的这个局面到现在 到底对谁有好处 我们到现在看得出来 从这个议题一出现到现在 党中央的种种举措 是讲说让轻痛愁快并不为过 因为看得出来国民党里头 甚至讲泛兰里头 不会有人因此而得利 我相信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要抓一个理由来说 某某某不适任 我相信全天下每个人 都可以被找到理由说 他是不适任的 但我们要去卷起袖子 为别人披荆斩草 斩棘我还不敢说斩草 似乎是比较累的事情 也就是我们会想说 为什么党中央在贯彻 一个最高领导的意志的时候 他是如此的有效率 而如此的一条边 从中央贯彻到地方 毫无挚爱难行之处 但回过头来去想 从洪秀柱这个民主机制 从他遵循着国民党的提名民主机制 一路走来 当他受到攻击 当他受到污蔑的时候 党内的同志是抱着什么心态来看待他 甚至说天王们 没有领表的天王们 是如何因应 或是如何在等待 的什么状况出现 我们现在回头想起来 心是痛的 有人说他让选举不好选 我觉得这实在是玩笑开大了 洪秀柱如果有这么大的能耐的话 那我想马英九总统第一个会跳出来 喊说那你们把我放在哪里 去年一一二九败选 康泽的不是洪秀柱吧 那时候党内说不好选 怪的人是谁 所以马总统辞掉党主席了嘛 那今年所有立委又都说 他的选区不好选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过 任何党的任何提名 只要是参与选举的任何提名人 他们从来没有说过 我的选区超好选 所以说在台南市 我们也没有看到 赖清德市长是躺着选吧 我们也没有看到花妈是躺着选吧 那个吴炳锐委员是超好选的 因为对手还没有出现 还蛮选的 我相信 我相信不会有人 就算他的选区很强 他经营得很好 他也不敢替起跟扣谁 到说我最好选的 讲这句话的人 从来没有看过有谁有好下场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所以说当我们在说 当我们之前在检验说 蔡主席他的参会 可以办得如此的高调而华丽 而我们一方面 我们也被大家检讨说 红秋柱募款是募不到的 当这些点滴在心头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那我们的炮火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 我们的天王们 跟我们的立委同志们 如果当初大家是以 今天这种要换柱的 这种口语传播能力 跟整个动员能力 来一致对外 或是来大家共同面对一个困境 至少你的对手会尊敬你 好 齐昌委员 怎么看国民党现在这部宫廷大戏 那你到底相信谁 这个其实现在来看 都稍嫌早了一点点 为什么今天这个十字宇宣 在自由时报 投出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那当然大家看觉得这篇文章 当然因为十字宇宣 她是支持红秀珠女士 所以她当然这里面存在着 对挺住的这种内在的情绪 那同时也反射出对国民党 这个大家长 也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不满意 所以她把朱立伦形容成一个 我特别把他圈起来 哇 那个真的是 刀刀剑骨 叫做充满野心 善于挑拨 出手狠准 朱立伦大概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很难去断定的原因是因为 十字宇宣的这个叙述 当然充满着想象跟他内部的情绪 但是如果真的结论是朱立伦 那我们只好回过头来想 一开始 2016总统大选 民进党我相信 或者一般对政治观察 比较细心的人都会认为 国民党最强的人就是朱立伦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在民进党内或者一般社会问说 你感觉国民党谁会出来 大概十个有九个都是拆朱立伦 所以朱立伦才会不断的给媒体追 所以说2016怎么样要不要选 他大概已经我相信回答比马英九更多次 超过一百次 说他不选 怎么做好做满 怎么他不参与2016等等的问题 所以呢 当如果最后又是朱立伦 那一开始大家就认定是朱立伦 结果最后又是朱立伦 那中间的过程算什么 中间的过程是不是有人被玩了 或者中间过程真的如十字宇先生所讲的 这朱立伦真厉害 陶井要怎么去卡 把那个王啊 武啊这些人怎么弄掉 然后接着呢搞一个红袖柱出来 然后接着呢 不断的营造换柱的气氛 我要再强调的是真相大白 我这次节目也讲过 换柱从来就不是在野人士所提 更不会是民进党所提 那但是不断的有这个换柱的声音 诶 事实证明 真的就是国民党内部所不断的被产生 所以本来朱过程一轮车有这些现象 最后还是朱立伦 那这里面难 这会让人家很多的这个联想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今天国民党最重要 在17号的关键 还是在于洪秀柱这个副院长的态度 他到底是站到一兵一组 撑到1月17号的全带位 到目前为止看来还是 他还有四五天 嘴巴都说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绝对是 是啦绝对是啦 好 那如果今天要站到一兵一组 我还是要讲说 这个对国民党来讲 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 朱如雪到今天为止 他还是很清楚 你们要听这个他讲说 譬如说这个 他没有办法承担让一个党垮下来 因为朱如雪他的意思不是说 所以他要退 不是哦 他的党垮下来的意思是说 我按照党的程序产生 很多的党员都是支持我的 如果我今天贸然撤退 最后大败 他认为这个会比他直接选下去更惨 最后大败让党垮下来 我不会退了 因为我退等于我要承担说 我算到一半就落跑 所以他没有要退的意思 但是他如果没有要退 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是在全带会的时候怎么让他退 不管他的形式叫做掌声诀 就是大家看看要说是谁的时候 拍手比较大声或者呼喊比较大声 这叫掌声诀嘛 还是最后采取投票的方式 不管哪一种方法 我认为都会让国民党陷入了一个 万劫不复的这个场面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如果这一套行之可行 那以后可不可以复制这一套模式 也就是国民党当他提名了一个人 你看换柱是内部酝酿 换柱不是在野 更不是媒体 换柱是内部酝酿 内部酝酿完之后 然后将一个国民党 透过一个正常 他们规定的程序产生的候选人 只是因为他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的民调不高 他因为民调比较低 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而再来一次的过程里面 又可以一样是拍拍手 或者投票来把它否决 我觉得这个吴宇人讲说 这个这样会失的 如果没有投票会失的 这个国民党内的什么 什么民族的风范 我觉得换柱要失掉 国民党就没有什么风范可言 那如果这个 我常常讲如果这个可行 那未来是不是民调低的人 那我党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 来做处理 换言之我觉得今天 我还是强调了 换不换柱 第一个跟在党没有关系 反正结论对我来讲 换柱或者换成柱 换柱或者换成柱 不管哪一种 连我都讲到口令 快要分了 对民进党来讲 人民要的是换政府跟换党 因为在你们夹政换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该思考的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不是成为国民党未来 这个政党处理这种问题的常态 那立委太低了可不可以换 比如说南部有一些人很低 他民调现在也输很多 对 那我可不可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他 说这这些有假 比如说跟吴炳锐选的太低 可不可以换 总统的支持度太低 对太低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有人同样的发起说 因为他民调太低 所以我来也要把它换掉 这个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这样的过程产生之后 国民党他在现实里面 他觉得红秀柱不会赢 不会赢里面呢 那国民党的制度 人家已经产生了 所以现实跟制度之间 他怎么去拿捏 他怎么去处理 我认为这个会是大问题 那我的结论就是说 无论只要红秀柱不退 他只要红秀柱没有心甘情愿说 好了我自己没算 我自己心悦诚服的走人 不管哪一种方法 这个不会说没有后遗症 这个未来一定会有 很多很多的后遗症 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让大家看到 好胡竹生将军 是陆军官校校委会的总会长 被议中将 我想他的看法 胡将军你的看法 某种程度代表了 某一些黄复兴党部的人的思考 那你觉得这个临时全代会 应该鼓掌还是应该投票 因为这件事情的背后 其实代表两种不同的意义 其实鼓掌或者投票 都不具备什么样的意义 而是他实质代表了什么 才是我们要去追求 去思考的事项 那我们退役军人 多数是支持红秀柱 也可以说是支持红秀柱 最力力挺的铁柱部队 那么现在当这个党的中央 突然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许多退伍军人心中是充满了许多的震惊 跟不知要如何去抉择他的下一步 这包含朱章心在内 那各位讲刚才报的报纸上面 说我们朱主席有太多的权谋 如果他有太多的权谋 他连他父亲都会骗过的话 那这认识叫不得了 但我们刚刚叩叩姐讲说 他所认识的不是 我们也认为不是 所以对他个人而言出来 没有任何的好处 几乎 那他为什么出来 所以这部杂音很大 非常的大 反弹最大的也是黄复星 因为黄复星多数人认为 朱主姐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领导者 他人格伟大 口才便捷 能够说出许多人不敢说的东西 当然 刚才各位也点到了许多的缺失 这当然值得省思 我们军中如果攻击遁措 通常会采取一个措施 叫做调整部署再兴攻击 那所谓调整部署有许多的方式 我可能是增加他的兵力 可能是增加他的火力 或者是更换主帅 更换主要就军正而言 叫兵家大计 兵家大计 非不得已绝对不使用 但并不是说换将就绝对的不可以赢 如果各位记得历史上 秦赵之间 曾经有一个大战叫长平之战 秦国的主帅 白起 就是前几天才换上去 当赵国的主帅 连破被赵瓜所取代 秦国就把他主要的将民 白起动 所以换不换 我们还可以看 从另外一个 我们如果看一场球赛 尤其是棒球赛 棒球赛 我们王建民 陈伟英 都是非常优质的先发投手 但是先发投手 不保证每一局都投得非常好 当先发投手被别人 击中 可能我们的教练团就要去思考 说我们要让他撑到底 我们还是要说把救援头上去 我们只要换柱 无论是任何一种换法 都会造成极大不良的影响 我们希望是取得一个伤害最小的 当然这个伤害最小 需要极大的智慧 所以刚才有人说 站到最后 我们应该是枪口朝外 洪秀柱是我们的同志 不是我们的敌人 所以我们前面既然那么挺他 我们也不会让死他 让他战死沙场 那黄复兴党部的这些党代表 意见一致吗 我相信还是有些人在挺柱 不是吗 一个民主的政党 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做 怎么样的改变 但是民主的基本原则是 少数尊重多数 多数要尊重少数 所以我们会去沟通 但是黄复兴不是一个投票部队 我们黄复兴的党员 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 及军事的教育训练 所以他具备判断能力 他知道什么是最有利的事项 那个胡书记长 我相信黄复兴往年 这个票就情资掌握 一定是最精准的 那在黄复兴党部里面 党代表大概有多少人会挺住 有多少人会挺党主席呢 不然比较多 多是会从大局着想吧 大局着想 那会继续挺住的人 有三成吗 这个我们还正在调查 沟通当中 还在沟通当中 这个沟通其实包括嘉庆 今天好像也被沟通是吗 实际上很多在红伴的人 这一个多礼拜来都常常被沟通了 那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在这边去提出来 因为这毕竟也是家里头的事 党内的长官也不是希望我们拿来说嘴的 我们猪猪姐也不会要我们拿这个东西来 来拿出来讲 这几个月来我们吞下去的东西何曾少过 我们要讲的是 今天党去怎么疏通党代表 跟沟通党代表 这个流程是可以说是一个国民党 从大陆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一个流程 这是这个传统没有变 到今天都没有变 我先了解你为什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然后我要找人来看一下 你不一样的想法是出自于什么 然后我要疏通你 这个疏通可以框起来 但是他所谓的顾全大局 这几个字是中文字里面相当奥妙的一个组合 顾全大局 有人问是谁的大局 是党的大局吗 谁可以替党定义这个东西 而谁知道说 你的总教练 你的主席跟你说 这个东西市场反应不好 所以我们换别的东西卖 那第一点要讨论的是 这到底是你不会卖还是东西不好卖 你只会卖高档货吗 你只想卖名牌货吗 Prada的市占率高 还是Uniculo的市占率高 谁会去怪 宾市车好卖 然后Toyota不好卖 没有这种事 看你用多少力 有没有找到方法 可不可做而已 从这几天 党中央去promote朱主席的力道 跟贯彻度 我们就可以检视的出来 当这个党 他要去说尽好话 做尽好事的时候 是做得到的 绝对有力道这么做的 如果今天是以团结胜选为前提 你是不是应该先扪心自问 我们这几个月是不是缺乏真正实际去实践团结胜选这四个字 而不是回头再讲顾全大致 联合晚报今天之前的消息讲说周六林全会 其实朱祝姐也会出席 到时候呢 红秀柱他出席 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上台讲讲他的想法跟理念 当然现在还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看到理念 特别的讲到这个最后要怎么样来决定 因为鼓掌举手不建民投票到底哪个最优雅 是优雅吗 刚刚因为我听到胡将军也想说 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不同意见的党不是吗 所以待过国民党的寇寇姐和纪委员 你们可以来聊一下 因为最后再讲到说 为什么要最后用鼓掌通过 因为怕尴尬 怕会对立 怕会有冲突 不是如果说投票的话 那不是最符合民主机制吗 为什么不敢投票 为什么不敢出现不同的意见 为什么要用把一些声音压掉的鼓掌通过的方式呢 纪委员比较懂 纪委员比较懂 纪委员是被做掉的 他怎么会懂 他以前曾经是共犯解构 这个刚刚胡将军所说 那个长平之战 那个白起 是大胜因为换将没有错 可是不要忘了 白起到最后还是被秦木工所杀 而且他死之前 他觉得他做了上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这是报应 秦木工是谁 马英九还是秦布松 没有没有 我只是接着这个历史讲下去而已 其实换柱不换柱 其实外人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意见 应该是国民党里面 资格的问题 但是我看到前两天一个新闻 让我心里有七七烟 有一个人家里有个虎头蜂窝 找到消防队来 为了摘那个虎头蜂窝 消防队全副武装 想办法要把它摘 只有摘下来不小心 就放把火 把房子给烧掉 只是为了摘那个虎头蜂窝 就不小心烧了那个房子 有些时候我们为了处理一件事情 可能所引起的后遗症 伤害会更大 我可以体会猪猪姐现在的心情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下来 现在他们都要写历史 这场仗明年来一看 没有人敢说国民党会赢 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 柯文哲讲说 如果彗星撞地球可能会赢 那假设大部分会输的话 谁要负担这样一个责任 我问你 谁都不愿意负担这样一个责任 最终的想说我撑到现在 输跟你赢 我至少按照制度来走 那我今天那时候 那时候我自己退下来 换成另外一个人 我会输掉 你看你自己退下来 你不敢承担 所以国民党不得不找一个人顶替你 所以输了 洪秀柱你该挑责任 洪秀柱他愿意挑这个责任吗 他当然不愿意啊 所以说我没关系 我暂时杀糖 求忍得忍 你国民党认为我不行 你就把他给杀了吧 你换将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采取 所有的司法手段 来做一个反制 其实 有人一直讲说破砖 这个是假的 这个假的 这一局假的是谁做的呢 难怪在国庆日 宋主席出席的时候 戴个墨镜 今天刘英雄要办公室 讲说戴个墨镜 出席就说扯赢 扯我 扯骗就对了 他说这一局是骗局嘛 从头到尾都在骗 有没有换注是一回事啦 因为从头到尾全党上下 除了洪秀柱旁边的人 没有一个天王在挺住 這個問題是所在嘛 不是贏的是書嘛 就是說你們挺住是假嘛 哪怕要把洪秀柱拉下來之前的一個禮拜前 還在台商後援總衛 天王馬無諸還舉手動算動算 借那個機會還修理一下王金平說 王金平要下台 所以 這很多事情 而愛其良 而愛其理 結果怎麼樣 這樣大家其實也是當成一個歷史的教訓也好 或是說當成一個民主進步的進程 但是我的看法 很多事情應該要有所謂的公平正義的理念在裡頭 因為我們看到 洪秀柱被提名的時候 那整個流程是按照黨的流程 哪怕這當中有灌水 哪怕這當中有為他作駕 或是說有刻意幫他拉台 也是黨的一個規劃 那你現在要下來 不是不可以啦 假設真的是為了黨的勝算 假設 而且跟他做充分的溝通 我覺得也非常不可 重點是在這之前 假設有做好的溝通 黨內有好的聯繫管道 會搞到這樣子 會搞到這樣子 理外大家理外不是人嗎 所以給我們一個 好像一個警惕啦 那昨天 算是國慶 洪秀柱 你看跟其他的天王 包括蔡英文 包括其他人 甚至於跟周美卿還擁抱 那擁抱是真的啦 有人講說周美卿擁抱會不會稍微晚了一點 我說他能夠多早 他今天是一個國母 他又不牽涉到選舉 他這時候給他事實的溫暖 我覺得剛剛好 但是昨天你看他跟朱立倫 朱立倫主席這個機會還要跟他打招呼 我覺得人不需要這麼講 你們溝通互動 談判妥協 獻上的機會太多了 在那所謂的廣大群眾前面 眾目睽睽之下 我覺得那些動作是不對 也不疑 所以你看 洪秀柱根本就不理他 就走過去啦 我沒有一件啦 因為坦白講 提誰都差不多啦 不相信過兩天你們就看著好 我個人判到是如此啦 可是做一個泱泱大黨 輸也要有輸的格局跟勇氣 跟他的格調 就這麼簡單啦 這個時候還是黨內在顧嗆 我覺得讓民眾看了內心在躺血 尤其是藍領記者支持者這半年以來 都會有被 覺得被玩弄的感覺啦 因為那你們玩弄我們的感情嘛 意思是然後挺住到底 挺住到底 那現在這一刻怎麼樣呢 最重要一點 到現在我想這一刻 還沒有決定誰要出現 你先把人換下來 別來共隙再供給 你不覺得違反所謂程序正義嗎 Log 極委員剛剛才講的那一段說 跟洪秀珠溝通啦 沒有好好溝通 我覺得了解內情的人 應該知道就是他是有溝沒有通行的人嘛 那洪副院長就是跟你來一個 这个玩民不灵到底 那你有什么好沟通的啦 这个如果现在是你做党主席 你所碰到的问题应该也是一样啦 至于那天国庆到底朱立伦是不是沟通上 肢体语言是比较贫乏 那或者他是一个男生真的是如此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在互呛呛什么 他们真的有为国家吗 你刚才讲什么中华民国宪法 刚才是毛家庆先生说的 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 第一条是说是在统一之前增修条文 但是中华民国宪法所规范的中华民国是 治权不基于中国大陆 什么时候中华民国宪法是终极统一了 在这个趋势之下 在这个趋势之下 蔡英文也是终极统一派了 这个根本就是胡扯嘛 你自己在那里自说词话 你要给谁贴终极统一都贴得上去啊 他自己说的终极统一 是洪秀柱自己说的终极统一嘛 他的骨子里是不是终极统一 大家心里明白 他讲哪一句话认同中华民国在台湾啦 他讲哪一句话是跟台湾有感情的 你自己破开良心看好不好 中国国民党要变成中共的共产国民党吗 我们的论述绝对是符合心理 还说他这个是什么公爵被公爵污蔑 没有人替他讲话 公爵污蔑他的就是他自己啦 从头到尾就是洪秀柱自己 为什么还要不真的 我告诉你 我未来是这个总统候选人是谁 我没意见 但是我对洪秀柱代表中国国民党有意见 至少我17岁入党 我虽然被撤销党籍现在停权 我也不认为中华民国有一个 玩笑这么大的一个候选人 还代表中国国民党 所以到底林全会会厮杀或是团结呢 现在到底是不是看这个形势 如果真的不让一些 有不同的意见的人会讲话 可能会造成像 你知道这个言语上的冲突啊 或是更激烈的冲突之外 那就鼓掌通过了吗 那这个形势之后还有什么呢 有人就讲了 就是朱立伦的态度啊 如果从头到尾 现在很多人都说 这是你朱立伦的剧本的话 那你对洪秀柱好歹要给交代啊 这是联合报的一轮演集 他说朱立伦应该要顾全大局 放软身段到什么程度啊 李四川两度代表党向洪秀柱致歉 他们认为朱立伦应该放软身段和姿态 那么该能做的都应该要做 还有这个铁杆筑粉的动员 可能是难以抵挡 这个党兮器对党代表的面对面 跟绵密的小乙大义 刚刚其实沪将军也讲了 现在还在小乙大义当中啊 也就是说有一些可能不同意见的人 还在被小乙大义 到时候就都没有不同的意见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 8月14号中央日报 有这么一篇报道说 朱立伦的老爸朱张鑫 90岁了还出来挺助 我们来看到这个照片 就是朱立伦的爸爸朱张鑫 牵着洪秀柱的手 然后在这里跟他说要加油 然后朱柱姐还靠过去 最后他还上台讲话 他曾经代表过 这个是桃园县的议员跟国大代表 然后他在现场喊的是什么 喊的是洪秀柱一定要当选 选票一定要赢过马英九 所以在这整个的布局里面 如果朱早就已经排好了 难道他连他的老爸都骗了吗 不过刚刚经约讲到 那个全代会处理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追本溯源 朱立伦自己要不要选总统 会牵涉到全代会 怎么处理换柱这个议题 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朱立伦自己要选 那他就变成当事人 当事人在处理换柱的时候 就是我今天我自己要选 就我不管用任何方法 看起来表面上再正当性的方法 把原来那个候选人拉下来 然后我取而代之 难免会遭外界非议 那朱立伦如果自己不选 他就可以相对的用比较 客观的第三者的立场 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管他要选还是不选 我觉得处理全代会这个事情 如果说换柱已经成定局的话 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考验朱立伦 对这个政党的领导的能力 你有没有能力去处理 这么棘手的问题 这大家都在看 如果说国民党这礼拜六 已经要开全代会了 然后到今天已经礼拜一 都还没有办法确定 到底是股掌通过 举手表决还是投票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 事先的策划感觉上 不是那么的周密 那我刚刚在问家庆说 那到底全代会的议案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会议 小到这个班会 大到这个政党的全代会 开会前一定要有议程 就是我们这次开会目的是什么 到好像到目前为止 目的不叫换柱 叫什么 就好像就是上礼拜 中常会通过 那个叫什么团结合作 什么迎向胜利之类的 有点像四海同心晚会 那种feel 对 好那 如果是这个议案 那请问换柱 是要用临时动议的方式吗 没有啊 为了要凝聚党内共心 所以要换柱 实现世界大同 然后最后 所以要换柱 这凹不过去啦 凹得过 连你那么会拗都拗不太过去 会有提名提案小组啦 会有提名人 对那你除非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到底全代会 临时全代会 有没有安排这个议案吗 有没有这个议程吗 有啊就是重新讨论 那个总统候选 那你要先撤销才能讨论喔 先换柱 对要先撤销才能再提名嘛 因为国民党很会做的啦 对那我的重点就在这里说 你现在整个的程序正义 其实不是说要不要给洪秀柱公道或是顾及他颜面的问题 那是国民党家务事 我一再强调就是说 中间选民怎么在看这个事情 就是也许他还没有决定要投国民党或投民进党的人 他怎么在看你 国民党怎么在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政党在处理这么争议性的时候 他有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法 跟一个比较民主的方式来处理争议性这么大的事情 就是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我这种感觉 那刚刚在谈到就是说 到底这个换柱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其实分几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是从洪秀柱领表到他的民调通过 这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开始有人放出换柱的声音 我也可以证明这个换柱的声音绝对不是绿营放的 从头到尾都是来自于蓝色的阵营放的 然后第三个阶段才是换柱之后谁上场 那可能要礼拜六才知道 第一个阶段很有趣 其实中间有一些我们前几天也讨论过 中间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包括民调从一开始的互比对比的比例 到后来调整成5050 对 我们当时在节目中都讲过说 这样好像对洪秀柱比较有利 甚至我们还有人怀疑说 是不是党中央放水 让洪秀柱可以过这个房砖民调 现在看起来是啊 对然后十家民调公司 洪秀柱自己挑了三家 照理说一般因为民进党常要在做民调 照理说民调公司应该是 比如说我十家我现场就抽签 不是由单一的候选人去挑 这个也很怪 再来包括上个周末周杰提到 那个问卷的设计跟问法 还有问题的顺序 还有一个被车销党级的理性国民党级 后来说这个人数太多了 超过党员的数 对对对所以这从洪秀柱林表 他自己讲抛砖引玉 那后面是不是有有导演 洪秀柱到底是导演还是只是演员 这个恐怕过一阵子就会知道答案 然后大家出现这中间有充满了太多太太巧合的地方 太巧合的地方 然后呢他一过之后一过破砖 在全贷会前在719全贷会前 记不记得彭P那时候我记得全贷会是礼拜六 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我们还担心说会不会有变数 对对对对 因为当时大家都还不确定说 到底全贷会会不会通过 对所以我们还延后录影 对对对对对 然后等朱立伦出来讲完话 对他讲话然后才延后录影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其实充满了太多的不寻常在里面 那如果从现在回推回去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这一段其实是有有导演在背后 那这个导演到底是马琳九还是朱立伦 还是背后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导演 宣称他都不管事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过程 他绝对不会是自然发生的 因为自然发生的事情 不会安排的如此之巧妙 那到后来换柱开始的剧本呢 是先设定了换柱这个目标 然后我的研判那个剧本 其实是随着每天的变化在改写 有点像现在的八点档 每天看完时事之后开始写剧本 有点这种feel 然后最后达到了换柱的目标 那现在大概就差最后一步了 可是最后一步 通常也是最重要一步 就是最后一里路 这一里路是最重要的 你朱立伦如果真要选 怎么样用比较大家反弹没有那么大 或者说比较优雅的身段 粉末登场 那如果说你登场的身段是很难看的 是很粗暴的 那恐怕不要讲中间选民 恐怕连国民党里面很多人大概都觉得说会无法接受 刚刚胡将军提到黄复兴党部 现在感觉上好像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支持的跟反对的 那感觉上好像主委 这个戴伯特将军他是支持的 他是福音党中央的 他是支持党中央的决定的 那我相信黄复兴因为昨天晚上在红秀柱那个现场 也有一些黄复兴的党员去 那他们是挺住到底的 所以光一个黄复兴党部 黄复兴党部党代表大概有一百多人 大概一百多人 可能都已经有两种不同意见 那你觉得全部的党代表一千多人 就算海外一百多人不能回来 也还有一千多人的党代表 那如果林全会那天最后走到表决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朱立伦最不乐见的 因为你一旦表决 就代表说党中央在之前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布局是不够周密 OK 那个吴委员要不要表决这件事情 有没有法律的依据 谁决定 三种表决方式用哪一种 难道不能够投票先决定一下吗 我先补充 我记得090年那一次主流跟非主流大战 虽然宋楚瑜扬言说要表决 后来还是没表决 从来没表决过 然后那个直选文选总统 记不记得要修改这个 修宪他们内部开这个全代会的时候 然后邱创焕啊什么起来一痛批 这个下面的李登辉 后来也是全体起立 所以用鼓掌表决的方式来解决 要不要鼓掌表决这些 民进党全代会好像也没表决过 没异议 我相信就是有没有异议 大家都觉得很没异议 我就一一一端地然后就结束了 没有表决过是因为没有碰过这种换总统的潜力 这件事不重要啦 我是觉得 民进党的全代会常常在表决啦 不是我是觉得为了不是对历史负责 不是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啦 大家鼓掌通过就说到时候到底是谁同意 谁不同意 那鼓掌时候要不要拿个分贝剂来量一下 多少分贝以上才算 所以其实吴宇仁他主张说大家要投票 吴宇仁状况外啦 那不管他是不是状况至少 根本就是一个头脑不清的党部主委 什么民主原则 党有党的加规加法 国民党今天就不追求民主原则 加法比较重要 党员要服依党的协策 听听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要求不进行投票 国富他在一百年前民权初步都告诉我们鼓掌表决 根本不算是正常的表决 建国已经到了一百年之后 如果还在追求用这种鼓掌方式 我会觉得我们民主是在开倒车 我先讲一下 民进党内的议案 几乎都是用投票决定的 这个蔡其昌委员在这边 他也是中常委 我也当过中常委 我们当然是当场清点人数完之后再表决 那唯一不用表决就是 主席询问说 请问这个议案有没有人有意义 在场说人都没有人表达意义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有办法鼓掌通过 但是那个是特例很少 那是为了要节省时间 我先回过头来讲一讲 我也同意齐昌讲的到底朱利伦选不选 跟这件事情外界的看法会有关 那我想我引用一句老话 说既利当即天下利 求民要求万事民 什么意思 人在考虑 尤其政治人物在考虑方案的时候 要把大众公众的利益考虑进来 不能够光只有自己的算计 那我在这个之前我也先同意朱祝杰讲的 其实我一直认为 我一直同意叩叩姐讲的 朱祝杰他对于国家的这个 未来的方向 我想主流民意是很有意见的 刚刚大家曾经谈一个问题说 宪法里面到底有没有终极统一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当然没有终极统一啊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在立宪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有谁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会在宪法里面规定说 我们将来要终极统一 那不就是预见将来自己会分裂吗 可是宪法里面充满了矛盾不是吗 是啦 就算是 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悲哀啊 宪法会充满矛盾 原因是因为他把一个全大中华民国 当时包括外蒙古这样子的架构 现在拿下来放在只有台湾 台澎金马在用 同学我补充一句 现在唯一只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地方 是当时立宪的时候 不属于中华民国领土的地方 有啦只有金门马祖是 那时候是 那所以你看 就以逻辑上面来讲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当然没有谈终极统一嘛 那祝祝姐他自己去定义 他自己去解释 他认为中华民国宪法 未来最后就是要终极统一 这个跟台湾主流民意的认知就不一样了 因为台湾主流民意 自从李登卫实在宣布说 我们治权跟他是分开 我们以后紧急于台湾金马 放弃动员勘乱之后 主流民意是不再追求 中华民国的终极统一啦 那这一点我认为 台湾的主流民意 是不会改变的 现在还在谈和平协议 我跟你讲 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 可是你知道吗 你让我讲完吧 蔡英文主委他在刚上台的时候 他也说要签两岸军事互进协议 你让我讲完啦 政治是有能量的 有信任度的 马英九在2008年 刚选上总统说 他那时候的民意 40度百分之七十几 而且他那时候的立法委员 超过四分之三 如果那个时候 启动中华民国宪法的修正 我想 虽然有少数人有意见 但是如果朝着大家 共同认同的方向去做的时候 那时候是会得到支持 可是现在的信任度 国家元首的信任度 施政满意都不谈 信任度才二十几% 也就是说总统 现在在讲什么事情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根本就不听的啦 换句话说这样是因人费事吗 李先生你让我讲完好不好 你这个年轻人没礼貌 你这样论述到一半 你就一直插一直插 那你让我讲完嘛 为什么我认为 他现在没有资格谈这个事情 请问中华民国现在全体的国民 信任 红秀柱的两岸政策谈和平协议 他能够代表全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国民的比例有多高 所以你现在在拿极少的支持度 在谈这个需要全民大共识的东西 这基本上是一个危险的操作 而且我认为这样是不道德的 那我再回过头来 我认为这件事情上 朱立伦如果最后要选的时候 他刚好回到刚刚的前提 祭力当即天下力 朱立伦你不能光只有想你个人 跟你政党的厉害 你要想到国家的厉害 现在朱立伦国民党党主席 兼任新北市的市长 做得很好吗 施政满意度是六都最后一名 吊车我已经连续三次 也就是说他的施政 在新北市民意认为他没有办法 既当国民党党主席 又承担新北市的市长 大家对他的不满意度逐渐在升高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下来选总统 你应该要把新北市政还给市民 你辞职参选 大家还认为你有 这个破釜成终要来选的决心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要代职参选 你这个选举结果就是假的了 因为你两个职务都做不好的 你第三个职务怎么做 所以我是认为说 如果诚心诚意的 面对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要玩弄政治的话 朱立伦你如果真的把 红秀柱换掉 你来参选的时候 实质参选 让新北市民来决定说 我们未来的新北市长要给谁当 要给哪一党当 至少这还是一个其中的测验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在看 你17号的这个全贷位要怎么开 开的内容是什么 那朱立伦如果真的被拱出来选之后 他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后面都会影响到 我们中华民国未来的政治方向 对那个胡将军 刚才我觉得吴委员讲到一个重点 你刚刚举了两个例子嘛 其中一个讲到你说这个棒球 就你前面就是投手 你就是暗喻说这个柱柱姐 现在投得很糟糕 所以就要换这个救援投手 难道不可以吗 可是依这个吴委员的讲法 现在朱立伦是六都的这个民意调查之末 换句话说就好像他现在防御率是10 差不多就是曹景辉现在大联盟上来的时候的防御率 这时候他能救援吗 是不是六都之末 我们还非常值得讨论 因为这个的调查 它的公信度是存疑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登革热 那么多人感染 并且死了那么多人 结果民调那么高 这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但是那题外话我们不要再去谈它 我们黄复卿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存疑 是大家在想 这个换柱是诡计吗 是权谋吗 如果是诡计权谋 那我们可以去相信吗 如果真正为了党国 真正是为了国家 那我们当然是以大局着想 我们刚才很多人讲说 这个10月17号 会要怎么开 票要怎么投 议案怎么提 好像都还没有决定 如果我要策划那么样一个大局 我要演这样一部大戏 我会说从头到尾 不好好的计划 不好好的规划 而是说走一步算一步吗 所以这种权谋说 应该我们要把它去放弃 因为就对朱立恩 个人而言 我想是必大于利的 他之所以出来 我们应该可以相信他所讲的 他是为了承担 那刚才也有委员提到说 和平 和平协议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和平跟九二共识一样 应该是全体 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人所共同向往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和平这件事应该是大家要肯定的 没有人希望战争 没有人希望说 我们的政局是动荡不安的 我问一下 和平当然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和平协议由红秀柱来去跟对岸谈 这个就是他在国人里面的信任度不够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谈到的是 基本上你在信任度不够的时候 去玩这个议题 当大家不相信你的时候 你玩这个议题是很危险的 我刚刚强调是这样 我们并没有反对和平 10月17号到底最后会怎么样走 其实大家都在看 因为大家要看的是 而10月17号之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那么这就跟整出戏里面 不同的编剧就有不同的逻辑 如果这个编剧是马金 跟这个编剧是朱立伦 可能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这时候我们看到自由时报 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一个 呃呃呃猜测吗 朱王沛 王朱沛 王金平连回三个没有 王金平在这个时候好像突然就热门了起来 王金平今天回应说三个没有 没有人提这件事情 他没有听说没有办法回应 好 到底会不会朱王沛 或者是突然变成是王金平要出来选总统呢 朱立伦也被问到了 朱立伦他说始终愿意承担一切 立法院长王金平没有明确的表态了 不过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 这个王金平有没有可能 这时候呢 呃这个相间啊 这个坊间啊 就传出了这样的一个传言说 就龙以这个龙珠破啊 王金平选不成总统了 哇 这又怎么回事啊 王金平家族在台南山区建庙 来奉刺魏天族 结果呢八年前 因为王金平跟马恩九在角逐党主席 哇 信中纷纷啊 支持王金平呢 所以就捐钱做了九龙椅跟九龙珠 好 我们看到就长的是这个样子啊 好 反正无论如何呢 现在随着这个大致的这个局势底定 这个龙椅上的龙珠居然裂了 哇 裂了那怎么办呢 好 传说庙方就把这个九龙珠椅给搬走 可是现在是秋季大典前 怎么会把他搬走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这会不会代表是王金平在大位不跑呢 王金平他自己说 他从来也就不拔杯 他说别人在乱放话 叫大家都不要相信 这样的一个传言 这会不会是马恩九派人去敲的 这不是跟那个谁的 那个墓碑上被钉钉子 是一样的道理吗 好 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 蔡英文委员刚刚提到的就是 这个史之余他的一篇这个论述 在自由时报里面讲说 蔡英文啊 你千万得要当心啊 这个很多形容词的朱立伦 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些形容词 他说有王金平的音件在前 务必要提防有一些音招 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这个马恩九啊 掉以轻心被他这个比他年轻 整整一辈的后起事就想的 就是朱立伦彻底歼灭了 所以蔡英文啊 你要小心了 一时之间为什么众望所归的 会转向朱立伦呢 好 他就在讲说 你看在这个之前啊 朱立伦不断地要求团结啊 语焉不详啊 高深莫测啊 明明在讲团结 就自己做出的决定 却是在搞分裂啊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页 那么他同时也讲呢 好 除非他是众望所归的 唯一选项 他才能表现的勉为其难嘛 所以呢 现在朱立伦 勉为其难的代职参选 你看是不是就合情合理了呢 就算选输了也是大功一件啊 还可以保住主席的位子耶 败选还可以回到 新北市长的位子耶 你看看他多么会算计啊 好 这个时之约还说 王金平你看被边缘化了 红舅出被婉婚了 满酒明哲保身 都不敢吭声了 朱立伦现在已经放弃慎选 但是蔡英文啊 你真的要严防 避免像王金平那样的轻敌 最后被拿来借刀 杀人之后还背黑骨 换句话讲 是至于从头到尾都认为 这是朱立伦一手导演策划的 寇姐 这一些的讯息 其实很多东西逻辑 是互相冲突 是矛盾 但是这些日子来 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天下没有不可能 天下绝对不可能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要换柱 其实宗燕有一度 那个换柱 就是他闭关之后 那个换柱 因为闭关其实也是在 换柱的工坊嘛 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度 我认为其实 洪秀柱是占了高峰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有十个立委 这个再加十个立委 然后加上有对比式民调 虽然当事人不承认等等 这些围堵的操作 这个已经是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用口袋战术 然后就在中常会上 就把你一枪这个闷死 这样子用党的 这种党机器的方式做 施志余教授 他平常写的文章 他写的一本书很好 写这个宋美龄在台湾 写的蛮好的 但他平常文章 我都不太看得懂 你知道吗 可是这篇写的好棒哦 如果朱立伦 真的那么了不起的话 我觉得来营的选民 会奉朱立伦为大内高手 会把他当成救星 我今天早上看完这篇之后 因为很多来营的人 都在互相传这篇文章 然后也有些媒体 什么大家都在传 后来我就去笑 这个朱主席旁边的 有一些人 我就写一个 跟他说 我的越后感想是 如果朱立伦 真的这么了不起的话 国民党中心有望 对他还真成为 我的偶像了 然后对方就 好好 只能这样子会 这是一个 这个完美的剧本 的这个 原先其实是 各有所思 那因为朱立伦 不想扛这个责任 所以他想办法 要拱王近平去领表 结果王近平又被卡得 不敢出来领表 然后吴敦仪呢 民调低 可是吴敦仪一直想选 其实第一波真的是 吴敦仪想要利用 洪秀柱下来之后 不要透过民调 用中常会讨论的方式 然后把吴给拱出来 那你说这个朱立伦 真的是 这么样的把 王近平边缘化 洪秀柱完婚 马英九 还有明泽宝 然后还有把吴敦仪给踢走 他真的那本事吗 也或许啦 也有人认为他 有一部分的阴柔 很毒 我觉得他在下定决心之后 确实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 出手是非常的不犹豫 当他决定 也就是说他在 9月21号左右 对不对 那当他跟那些立委 来跟他游说 然后廖廖已跑去 跟马英九讲的 那个前前后后 当他们要把 最新这个剧本 要推出的时候 他已经下去决心 这个东西不能失败 也就是说 在中常会之前 那在中常会 那一天的掌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党是很容易 党机器在手上 所以林全会 在这之前 像胡书记长 什么都对 洪秀柱副院长 温情喊话 然后朱立伦 规定他身边的人 都不可以拼住住节 只有朱如姐的人 可以骂这个朱立伦 然后就这样 忍到这个17号 所以朱立伦 在某种程度上 他具备相当程度的 某些政治人物 应该有的那种身段 那有硬有软 那问题是说 你从一开始就有错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被骂的凑头 也就算了 这个党也就不太起来了 我认为他的 席次到旧38席 也很困难 因为经过这一番颠簸 那可是 如果他连38席都没有 然后总统选举失败 然后又让张亚中 做地下党主席 我觉得很可怕 所以这是我支持 换住的原因 换完住之后 你们国民党 要怎么样巩固 一个新的候选人 或者是这个候选人 他能不能够 托起这个大破车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想要请教 现在在放话 所谓王金平可能是人选的人 或者吴堆毅可能是人选的人 吴堆毅的民调那么低 王金平是人选的话 黄复兴的人在现场 不会革命吗 所以还有马英九 那个超级党员 当天是在林全会的 书记长 朱王沛你要革命吗 你不要为难他 朱王沛 王金平不答应的 因为王金平的算命师 跟王金平说 选负的不会选上 选正的才会选上 那吴堆毅的 非常信赖的一位大师 其实这两天已经 他已经认为了 就是说这个局面 就是女望男弱 就是未来的总统选举 就是女士比较有机会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出 他是好朋友 他写了一段意思就是说 意思应该是说 像吴敦毅这样的人 已经为子官拜到某个位子了 最后好遗憾 那个最高的爵位 没有办法拿到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吴敦毅那边 其实已经非常知道 自己的情势很弱 那王金平那边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我觉得好危险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书记长记 要叫他答复 你蛮折磨他的 对 这个我们本节目 专门折磨人 朱什么配 皇复兴会有一件吗 我刚刚前面讲 我们对权谋是有意见的 第二个 我们 我们不希望配出来的 名字笔画太少 跟上一诗一样 好吗 丁守中也出局了 我们这个 这很清楚 丁守中也出局了 你已经讲清楚 你的意思了吗 没有 我没讲话 我们什么都没讲 不是你刚算的命 好不好 你算的命 我没有算 请问员 如果按照 时之余写的这篇文章的话 王金平的出局 因为之前大家都怪的是 马英九说 怎么样就不让他去选 不让他领表 但是这里面写的是说 是朱立伦放话 让这个 这个王金平吃了梦会 他也不敢去动 那么马英九好像也在那边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们两个不合 所以这样的一个谣言 就把王给卡住了 但是这是 这个朱立伦的处心几率 然后就想说 因为他处心几率 又不敢很快的 讲说他要选 因为他知道 选不赢 新北市场的位置又要留 所以只好把红色主 摆在那个位置上面 然后又不给资源 一直等等等等 到现在才终于出手 这整篇其实就在讲说 朱立伦是最后的赢家了 我想我在评论这个事情 要力求攻云 才不会说 因为我被开除党 心声怨队 讲话不公正 很难这样 我觉得像Coco姐 他这样讲 我也认同 他认为说 可能是石之宜教授 想的太多 但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石之宜教授 也不是空穴来风 大概超过半年以前 我曾经看过 石之宜教授 曾经公开讲说 干脆就让蔡英文一个人去选 他理由很简单 我还以为他支持蔡英文 他不是 他说国民党根本没有可战之人 所以很显然 他当时就已经看了 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不好 他分析了这么多 其实也不全是无地放食 坦白讲我之前讲 认为朱立伦软弱 所以半开玩笑讲说 色香猪嘛 名贵 但是呢 没有实用价值 可是我因为这样误判的情势 在公开场上还跟人家堵捉牛肉面说 他不敢用这所谓的霹雳手段 把红袖猪给解决掉 我承认我这个地方看错了 他这个朱立伦猪是半猪吃老虎 显然把蛮酒也抚住了 吓到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还记得有一阵子 柯文哲跟朱立伦还很多人联系 那当我被开除党籍的时候 柯文哲送了三颗苦瓜 还送了一篮兰花来 然后他贴心的幕僚 还直接跟我讲 说救援拜托你一件事情就好 我说什么 是说你要跟柯文哲讲说 不要被朱立伦给骗了 这是事实的话 换句话说 我不知道谁讲的是真是假 但是朱立伦在这个处理红袖柱事件 已经他的公信力 大大的灼伤 未来想要恢复 我觉得很困难 再说 红到现在还在批评说 高层以基层脱节 他心中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怨队 为什么还讲这个话呢 所以很显然就是你自己 一事之不之合以天下国家为骂 一个你口中的红阿姨 你跟他这么熟年的人 你都不能让他讲的心服口服 我不相信他能够处理什么大事 最后一点 中常委的提案 从来在中常委能否通过 都是主席说了算 所以很显然这一局 就是已经跟主席商量好了 就是要让他轻器过关 所以朱立主席 绝对没办法免除责任 换一下说整个换住的大计 就是由你一手主导 怎么变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的 换谁我们都没有意见 可是我觉得要留点典范 在人间比较重要 好 您的话 王金平这个老江湖 到底是被谁黑吃黑啊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版本说 其实是马金在背后主导 现在朱立伦好像要做困兽之斗 最后会让王金平出来选 这有完全一个不同的逻辑了 如果马金在背后主导 绝对不会是王金平 所以只要是马金主导 就不会有王金平这个选项 所以如果说最后是王金平 那就代表这一出戏 导演绝对不会是马金 这个这个是很明确 因为这两个逻辑是一致的 那王金平这次显然是吃了闷亏 没有错 他是他真的是吃了闷亏 他吃了闷亏在哪里呢 他一直以为马英九会用全部的力量 去卡他不让他选总统 那事实上大多数人也这样子认为 马英九不喜欢王金平 不会让王金平选总统 可是这一次马英九 有没有用这么多力气 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点 转环的空间的感觉 不过这一局 如果是马金在后面导演 我觉得他最主要目的不再胜选 他最主要目的是保马英九安全下庄 而且卸任之后呢 还有一批禁卫军可以保护他 我觉得这才是 如果是马金在操盘的话 他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朱立伦到底是不是这一出戏的导演 我个人的主观认知里面 当然证据还不够多 我个人的主观认知里面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参与了一部分的编剧跟演出 就是从后面的开始换柱的声音开始 因为从那个整个的力道 看起来很多人以为是所谓挺王的本土派立委 但是看起来不像 因为那个太有系统太有规模 看起来比较像挡机器发动的 那现在谁在掌握挡机器 你不要跟我讲是李四川在挡挡挡机器 那一定是朱立伦才有办法掌握挡机器 所以整个看起来 洪秀柱 这应该算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吧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 因为呢 他原本抛砖引玉 我相信洪秀柱一开始并不是真的想选总统 可是到后来呢 假戏真做越演越像 演到后来演到自己也欲罢不能了 那觉得自己就是有这个总统命 那可是旁边的看戏的人觉得说 你就不像啊 所以就用虚声要把你虚下台 那现在我觉得现在情况发展到现在 对国民党对洪秀柱来讲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为止看起来 它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 即使换了朱立伦上 可以抢救国民党的选情到多好的程度 我真的不觉得 因为看起来这一波 党内有没有分裂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至少就整个社会观感 就没有特定政党立场的选民 来看这一出戏的时候 会觉得说 你一个那么大的政党 把一个这么严肃的事情 这么重要的事情 搞成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 那对你的信任度 就会非常大的递减 现在在政坛可以说是 众说纷纭一天一剧本 有人说我早在三个月前就拿到这个剧本 有人说这个剧本还没写完 现在呢 我觉得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就是这个剧本还没有写完 也就是说这个换柱之后 大家看起来是朱立伦在下这个棋 然后要换他上阵 更可怕 更惊悚 让人毛骨悚然 就是说朱立伦 不过就是一日的总统候选人 也许一天后就批变 明峰 有这个消息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几个点来看 第一个 对于参选2016年 朱立伦从那天开始 他并没有讲死 他只说我责无旁贷 承担一切的责任 当这个黄昭顺跟江硕平的提案 明白也写 征召这个朱立伦为总统后选人的时候 这个送到这个中传会 送到党主席 是朱立伦亲自把朱立伦的名字 化掉的 就是说他把这个 他把征召自己这件事情化掉了 那这个事情就会有一个变数 其实朱立伦他也知道说 如果他新北市长又今天党主席 然后再去选总统参选人的话 那简直是到底是给这一党 这个很大的一个箭靶嘛 所以你可以延续下来 这一出的换住的大戏 当然最主要的是朱立伦是在前面做炮灰 但是后面你要想想看 地方派系是有谁在支持的 地方派系如果没有一个一个跳船 然后又一个个捡回来的时候 这出换住大戏会有那么坚实的后盾吗 就是说会有让 会让这个所谓马一九总统同意吗 所以我早上就在讲说 这个会要怎么开 我就说林权会开完之后 中午会休息 然后再开 就组一个提名小组 人选之后再开林权会 通过这个人选 那今天下午的报纸之出来是 他不会在中午开 他是一个下午就两点开始 然后中间就休息 提名小组通过 然后再让中常会提名 送到再开林权会 就一个下午就解决了 那一个下午解决的就是什么 先决条件就是说 你提名小组是谁嘛 然后你人选一定要决定 才有在这么快的快速里头 完成这个所谓的提名的作业 那我现在可以再猜猜看 提名小组是不是会有六个人 马英九 王金平 吴敦毅 吴伯雄 朱立伦 连战 看看就是马朱王加双吾加连战 看看会不会有这六个人 那如果有这六个人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互相保证嘛 当我这个通过朱立伦出来的时候 因为吴朱是不对盘的 所以这个提名小组里头 有吴敦毅在 我如果提名的朱立伦 我等于是帮朱立伦背书了 我如果这个提名小组里头 有王金平 因为有马英九 所以我马英九等于是帮王金平背书了 这六个人里面每个人都不对盘 对 那不对盘之后 可以共同提出来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就可以通过了嘛 那到底有没有可能 这六个不对盘的人 统统提名一个人出来 我觉得现在局势有点在变 这个东西就说光换一个总统候选人 譬如说我把红袖柱换掉 换成朱立伦 朱立伦请问他本来就是新北市市长 他对北部的选票 新北跟桃园地区的地方 本来就是可以影响了 我干嘛换他 我做主席做市长 我换这个不会当选的总统候选人 我干嘛要换他 对整个立委席次的影响有什么改变 所以换总统候选人这个逻辑一定会连带 牵动立委的布局 所以立委布局不只是说我北部要巩固 我可能南部也不会挂临 新的评估是可能会有三席 至少新的总统候选人会叫某人去南部 把一个会当选的地方给抢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整个一切顺利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今天晚上 马英九突然要邀请党籍的立委来吃饭了 然后有一个人受邀了 那个人叫王金平 然后其实从张显耀开绿灯 其实朱立委就一直在沟通 马英九对于立委或是总统提名人 不同意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你今天张显耀都已经可以开绿灯了 然后换柱也开绿灯了 后面我们就来看 国民党大和解 到底会不会再开绿灯 那太令人感动了 对 这个东西我不晓得 这个是目前一个情势演变 但是整个剧本是不是会照着走 因为朱立伦现在说实在 他当炮火已经很惨 朱立伦的幕僚也分成两派 一个主张他选 一个主张他不要选 因为你走到这一步 你不选好像很乞丐 很奇怪 然后这个局我觉得 不只是蓝营里面的人在运作 其实连明镜一个当过国安会秘书长人 他都已经私下讲过 这是局中局 就是说朱立伦可能不是中局 可能就是还有最后面的中局 这个就是 如果这个国安会秘书长都已经看出这个局的话 我想这个戏真的还没有演完 那林凤你向来的讯息都还蛮正确的 所以会是朱王还是王朱还是王叉配呢 其实朱立伦我觉得他当然是说 我觉得当然都有可能 就是现在是朱王合作 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朱王配或是王朱配是最有可能的 黄复兴这一关过不了了 黄复兴这一块 就是我刚才 要改一下啦 看能不能充务性或什么的 对这个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你当你马英九出面都帮王朱配背书的时候 黄复兴党部你看换柱也一下就换成了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当然这个中间 从9月3号开始到10月中旬 这中间朱立伦做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做什么吗 如果是这样的剧本的话 那我想将军 可以 革命起义了 你们肯定要起义了吧 我想现在大家可能对美国一个剧也是看多了 那叫紫牌屋 我不知道各位看过吗 紫牌屋里面都就是这些全谋斗争不断 每一句话 每一个场景都是斗争 我想我们这儿没有那么多的大内高手 我们不要把它想成那么复杂 如果那样复杂的时候 没有人会知道该如何投票 那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 那欣元 你也了解国民党了 我这样讲 事实上坦白讲 这个局从马英九总统去年底 九二和一败选以后 辞掉这个党主席 其实于今官之 他是以退为进 避开这么多的这些纷纷扰扰跟战火 到现在为止我发现到 马总统仍然把这个局掌握在股掌之间 为什么这样讲呢 虽然这个局有时候产生一些变数 可这个变数仍然没有脱离 马总统他最后要的局 那我要讲一句话 就说红秀柱当时来参加国民党的 这样的一个提名 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程序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我要抛砖引玉 就事实上他目的是要防王 要挡王 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的 所以你看王金平院长 他不敢进去这个局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他不敢进去 所以这个局就变成 这个红秀柱一个人在玩 那完了以后又要让大家服气了 那服气就要来个防砖民调 那这个防砖民调为什么会多达41% 而且没有公布对手到底是几% 对比几% 这个让人起疑 他能够破40% 那我讲白了 请问现在朱立伦主席 他有没有办法通过40% 或30%会比当时红秀柱提名的时候 %数更高吗 好 结果事实上人家是防砖民调 结果呢 红秀柱忽然觉得自己变得愈了 所以一路玩下去 一路玩下去 那玩到今天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局势各位认为 国民党的总统大选有希望吗 大家都知道嘛 国民党总统大选这一局已经结束了 那结束以后 看到这一则的媒体报道 国民党恐惧战法 恐惧什么 恐惧红利 住可以放 立委不可以让 所以他运用恐惧战法 也就是说 他一定要保住 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 相当比例的席次 那么才有办法来赢得下一波的战局 好 那这里面 马总统在乎的是什么 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讲 他在乎的是选后的情势 也就是选后国民党的党主席是谁 是谁 当然选后以后 朱立伦他辞职了以后 马总统呢 他回来又重新涨党主席 干嘛 涨到明年520 做什么 就是换主席 所以我几乎可以在这里研判 吴敦义会是明年 马总统说主意的 国民党党主席的人选 第一个 第二个 朱立伦玩完了 所以这一次人家说到底谁跟谁配 朱黄配就是黄敏慧可不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朱黄配不排除 朱黄配只要配下去的话 我们刚刚将军说希望笔画少一点 但是我认为 不希望笔画太少 但是我相信马总统希望笔画少 为什么呢 你朱黄配如果配下去 明年圆月 两个都玩完了一起出局 Game Over 另外一种选择 又敌出来 一起出局了 那一起出局了以后 你可以看得出来嘛 到时候 国民党的党主席掌握在马总统手上 OK 吴敦义 他只要两年再加两年 两年再加两年 所以下一波2020年 我认为吴敦义是总统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人选 因为朱立伦 虽然还有新北市市长 但对不起 他剩下 明年完完剩两年多 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会有很长的空窗期 对他下次角逐总统大选是不利的 所以我这样的推论就是说 事实上这应该是目前国民党 他未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局势 那为什么要国民党立委要保卫战呢 我可以研判 吴敦义在不分区立委里面 应该不会缺席 应该不会缺席 他搞不好是不分区立委第一名 那这样状况之下的话 立法院只要掌握 至少超过38席次以上 如果能掌握到40几席的话 其实对于吴敦义 当主席以后的方便性 包括国民党的重新复兴 欲我重生 我觉得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战局 已经相当的明显 只是朱立伦主席 我觉得去年我以为 朱立伦是国民党复兴的希望 但是我发现到 恐怕现在连马总统都认为 朱立伦已经在未来的 这个未来的这个 国民党的复兴的过程之中 恐怕他是已经放弃了 我的天哪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戏中戏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叫我们坐在 左手边的这个 收住解函出的党魂 这个红伴 还有就是让黄富林党部 真的是情何以堪 天阳你听到这个 你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刚刚连无比喻委员都说 他们的消息跟整个剧本 好像很少很早就听过了 是 是几月 我大概五月的时候 五月 曾经有一个新北市的议员 跟我讲说 朱立伦如果要出来选 他必须要拼代子参选 因为他不想辞新北市长 这是他的基本计算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他不可以参加 这个所谓的一开始的初选 那怎么不参加初选呢 就是让一个弱的人出来 最后再把他换掉 所以这个版本跟今天时之余讲的版本 是非常接近 所以大家说这么多的版本 不过无论是哪一个版本 包括刚刚这个敏凤讲 这个很惊悚的版本 大家发现全部都是在算计数性 国民党要复兴 不是靠这种政治全谋的算计 要靠贴近主流名义 了解国家需要什么 人民的想法是什么 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国民党的候选人 提出来之后跟社会的差距很大 就是可能就是对面我们胡将军的 这个黄复兴党部是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政党跟 他的党员结构如果跟社会的成员越接近 他所推出来的候选人很容易 就跟社会的期待是比较接近 比较好浮选 那如果你是一个特殊的党部 站在提名的过程中 站在非常强大的比例 不成比例的话 你说一说老选人比较容易跟社会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是有距离 那如果这个结构有距离的时候 当然就跟社会的主流 命之间容易有差距 所以我是觉得国民党 如果真正要浴火重生 他从他的党的结构 到整个民意真正的主流是什么 他都要重新的反省 重新的组建 如果照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只有靠这个技术性的全谋算计 国民党要复兴很难的 好那胡将军身为黄复兴的代表 能不能回应一下 我不太同意说 绝对现在 现在我们要看浴火重生吗 我们还没有失败 我们先不要去谈失败 当然军人通常看问题是 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但各位 你们刚刚的发言 太看得起我们马总统 如果马总统有那么大能耐 今天我们的局势不会是这样 我们的选举不会那么困难 我们不需要住住 在那边拼死拼活 拼到现在 但是应该是一个很安稳的选举 因为大多数人民都知道 台湾的未来应该是要什么 他祈求什么 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 和平安定的生活 是所有人民所共同祈求的 任何的动荡不安 都不是应该我们所乐于见到的 天阳听了这么复杂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局中局 或者是戏中戏 身为一个长期 就是挺住不宜于力的清修助养团 会不会觉得好过一点 如果说有什么局 有什么阴谋 或有什么算计 这种宏观的上对下的 我是比较不乐见 可是我是希望 我也呼吁 国民党应该是要有一套游下 可以往上这个系统 过往每一位有党代表身份的人 他们会觉得说 尤其是中南部东部 北部也有 就觉得中央党部到底 党中央到底重视过我们这些基层党代表在哪里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只有在自己为了要有正当性目的 而有正当性目的的时候才把这些党代表动员到台北 要么国父纪念堂鼓掌一下 通过我们提名了谁 很多党代表有跟我们讲 这是基层的声音 你是党代表吗 我不是党代表 可是我是党员 我是党员 很多党代表很多党员这段期间 一直在讲 他说我们办这档党政 不是为了当拍手部队 我们办这档党政不是为了听话 我们办这档党政不是为了站在政治正确的那一方 我们才要继续 继续把它握在手中 我们办这档党政是因为我们相信中华民 国民党是一个最好的平台 可以让中华民国变得更好 中华民国是大于国民党 我们才去办它 我们才在党内发声 所以换句话说 很多党代表他们是希望 自己可以因为这个身份 在去林权会的时候 是不要当拍手部队 我们可不可以每一个党代表都是林权会的主角 不要让我们用那种有同财压力的方式 不要让我们那种有的 可能自己党内哪一个系统 哪一个系统的背景给我们压力的方式 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说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不记名投票或是秘密的不记名投票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都是可以让他们在独立且自由的 的这个原则情况之下 去表达出作为一个基层党员 同时也兼顾党代表的这个意见 或许中国国民党在两岸论述上跟绿营有不同 朱朱姐她两岸论述其实内部是没有矛盾的 很多人会说朱朱姐是几统 他们只是错把我们蓝营跟绿营的这种敌我关系矛盾 错误认成是内部矛盾 我们蓝营没有内部矛盾 有几统这个形象 有内部矛盾这个形象是被操作出来的 被谁操作 我们不要 我们不愿意去查清楚真相的这些人 多花一点自己口语的空间去问 去沟通 或是多看看朱朱姐的这些表现 可是现在在整个剧本里面 一路的发展来看不是有绿营的匪谍 都是国民党传出来的 所以像你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具有党婚 你相信国民党必须要有这个长远发展 然后你也愿意在以青年的身份挺身出来 来进行国民党的改革也好 或是前进也好 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想股长通过可能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你还挺得下朱立伦吗 或挺得下党提名的人吗 股长通过的话 那我会觉得我看到看到 起码我自己看到我是有国民党这个政见 我会觉得 哇中华民国 国民党替中华民国建国都已经过了百年了 我们党内的民主竟然还如此的不长进 我有一点意见 我觉得中国国民党从头到尾就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我们起码有追求 追求那你当你提名洪秀柱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要求不记名投票 为什么当你关系到你自己的既定力的时候 你突然把这个民主的东西搬上台面上 如果你朱主姐在719提名的时候 对于面对党内的杂音 你不是要求朱主席把这个李柏龙开除了 把党内的杂音通过赶出去 然后一次提名通过 股长通过的话 而是要求党内开会 真的提案就突然讨论说 我这个人选到底是不是当 那我觉得你今天再来要求我废祝的时候 也用相同的道理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认同 敏凤你说对了 其实因为这个时候 国民党应该把李柏龙迎回来当党员 而且封他一个党师国师 或者是什么铁板神算 我跟敏凤姐报告一下也回应一下 就如同吴委员刚才所讲的 他们民进党在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 除非是在有意义的情况之下 才要表决才要投票 那筑姐他在79被提名的那个时候 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 不同的声音 或许是有矛盾 所以在有这个意义的情况之下 这个礼拜六的林全会 如果还只是股长通过 过在你身边的胡将军就认为 不要有太多的杂业 才能够团结一致往前走 你们内部就已经有不同的 我介绍一下民进党制度 民进党当场开会 只要有人讲说我意义 那就一定要表决了 只要他举手说我有意义 就一定要表决 没有什么股长通过这样的事情 胡将军 我们要寻求股长表决 或者是记名表决 我一开始就讲 那时候不是重要的 是 而是说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 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是处理的最圆满 虽然不尽满意 大家能够接受 这个损害是已经造成了 我们希望把这个灾损 做一个灾害的管制 在一个大家可接受的范围内 我们才能够说 调整部署再战 如果说你溢出了这个范围 你调整部署没有做好 你不可能去再战 那我们的再战 是要在我们这个会 它所提出来的主要宗旨是团结 我们不是分裂 我们不是作战 我们没有说要灭柱 我们也没有说要换柱 所以我们对住住是非常的遵从 因为他讲了无怨无悔无恨 所以他对这个如何开 我想是那个 至于说有人说国民党不挺住 实际上昨天的行程 因为我昨天也去新竹吃喝喜酒 那新竹县有住住的行程 那新竹县的国民党主委 还陪着住住姐到处去跑 当那个氛围还非常的高 很多人认为要用撒狗血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事情 住住姐把它制止了 我想住住姐是非常的有智慧 我们也不要把朱主席 说成那么的权谋 应该他们两个要运用他的智慧 做出一个对国民党最有利 并且能够再战的一个编组 如果不是 按你们刚才讲多会垮 我回应一下好了 或许将军会认为 中央党部或是党中央 他们是有这个行政中立 跟一切能够凝聚共事前的 潜质作业当中 是不带预设立场的 可是实况是什么 实际的状况是什么 实际的状况是 像是上个礼拜二 那个11点半之前 要回传的那封问卷 赞不赞成把朱主席换掉 下午一点半的那封问卷 是不是希望朱主席 可以承担大局上去 朱立伦 对 这一份问卷当中 很多党代表都接到电话了 那其实各地方党部 在联络的时候 他们也都有建党 这个不听话 这个听话 这个不一定 有一个县市 云嘉南当中某一个县市 有五位党代表 他们是不支持要把朱主席换掉的 随即马上接到 来自高层的官妾 来自随即 换句话说 而且官妾的那个人 他的身份还也蛮特别的 他是我们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 他是我们中央党部考核纪律委员会的主委 考核纪律委员会的主委 他也是一位中常委 换句话说 我们看到我们基层的党员 想要真正说服自己的心声 党中央都还要给我压力 叫国民党情何以堪 来庆元 我这样 我这两天收到一个 国民党党代表的简讯 还有一个中央委员的一个line 这个简讯写的是什么呢 他写的说 又来了 刚刚党部又打电话来 确认是不是能坚持倒住 还说不能动摇 烦不烦 别再乱搞了 这种电话真的很让你们反感 你们有尊重过红袖柱吗 这是一个 这是中央委员尤浩 上礼拜知道要倒住的时候 换住的时候 他说柱对旧党 柱对旧党无助 摧毁制度 就是换住了 对旧党无助 摧毁制度 郑重在野党分化的伎俩 他是这样写的 那我们再看看 有非常多的挺住的阵营 我也把它做了一个整理 我觉得国民党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 请他做党员民调 而且要红袖柱也能够在监控之下 真正的民主化的 去做一个88万党员民调 或者是 好 这都是 这都是 我 宣伍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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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